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 星期二在北京结束了为止两天的会谈 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货币改革和贸易问题 奥巴马政府敦促中国重新评估人民币的币值 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和美元挂钩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企业 谴责中国人为的压低人民币币值 使其出口产品价格低廉 并导致两国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星期一在美中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时表示 中国政府将开展货币改革 但是必须以中国的速度来进行 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率领 代表团中还有几名参议员 盖特纳星期一表示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汇率改革 在更广泛的改革议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美国对此表示欢迎